超匯報遊戲 遊戲超匯報 歡迎回來桌子的這段落燈 我是凌 想看最新熱門遊戲的介紹 記得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也歡迎到我的實況頻道 凌又在玩遊戲了 頻道連結放在下方喔 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樣期待 7月29號的到來吧 因為Switch玩家們盼望依舊的《異讀神劍3》 終於即將推出了 在入手遊戲之前 有哪些事是我們必須知道的呢 這次就帶大家來看看 關於《異讀神劍3》的實踐室吧 《異讀神劍》系列是任天堂本家角色扮演遊戲 由Monolith Soft所開發 總監高橋哲哉 先後創造了《異讀神兵》 《異讀傳說》《異讀神劍》等系列作品 合成《異讀》或《異讀》系列 龐大的世界觀 機甲兵器 戰爭等元素 都是《異讀》系列的一關特色 《異讀神劍》是在Monolith Soft 成為任天堂子公司後新創的系列 至今一共推出了三款遊戲 分別是《異讀神劍》 《異讀神劍X》 《異讀神劍2》 還有接下來即將要推出的新作 《異讀神劍3》 2.《異讀神劍3》世界觀 《異讀神劍3》世界由《異讀神劍》和《異讀神劍2》 兩個世界融合而來 同預告片也能看到 結合《異讀神劍》機神大劍 與《異讀神劍2》巨神獸的視覺圖 三大舞台《埃歐尼翁》 是由科威斯和安格努斯 兩個國家所構成 是一個富有自然環境 和巨大原生生物的壯闊世界 科威斯、安格努斯 兩國處於長期爭鬥不斷的敵對關係 科威斯擁有發達的機械技術和兵器 其軍隊由戰鬥車輛部隊 和大量小型機動兵器組成 而安格努斯擅長擁有魔法般的以太技術 其軍隊包括以太作戰部隊 即用以太技術打造的自動型小型機動兵器 3. 異度神劍3 主角 主角諾亞是科威斯的士兵 兼調眼陣亡士兵的送行者 因為送行的經驗 開始對兩國相互殺戮的世界 產生了疑問 蘭茲是諾亞同行的夥伴 身形高大壯碩 能自由運用盾牌般的大劍 一邊守護夥伴一邊戰鬥 優妮與諾亞蘭茲是青梅竹馬 也是同行的夥伴 個性粗之大業又毒蛇 卻擅長治療回復 另一位主角米漾 是安格努斯的士兵兼送行者 個性溫柔 身為送行者的他 總是認真思考生命的用意 泰恩是迷洋同行的夥伴 頭腦聰明且擁有優秀的觀察力 是一位謹慎小心的戰術家 聖奈同樣是迷洋同行的夥伴 身形嬌小卻能擁有難以想像的怪力 揮動巨拳武器 4. 異度神劍3 故事 喷屬科威斯 安格努斯 兩個敵對國的諾亞 迷洋等六人 在戰場上突然遭受神秘巨人的襲擊 諾亞試圖解救被巨人攻擊的迷洋 在那一瞬間 兩人的身體突然融合 變身成巨大的仙尾蛇 諾亞等人雖然擊敗了神秘巨人 但這件事也讓六人成為 科威斯和安格努斯兩國追殺的目標 神秘巨人是誰 仙尾蛇又是什麼呢 為了尋找真正的敵人與世界的真相 六人以遠方聳力的大劍為目標 一同展開了冒險 以世界觀來看 雖然異度神劍3的設定 與異度神劍、異度神劍2有關 但故事是圍繞著全新的主角們來展開 所以即使沒玩過異度神劍和異度神劍2 也不用擔心 會遇到遊戲體驗不完整的問題 高橋總監也說 新接觸異度神劍系列做的玩家 也能夠自然享受到遊戲的樂趣 如果你沒玩過異度神劍系列 沒關係 儘管安心又玩異度神劍3吧 5.地圖探索和御敵 廣闊世界超大地圖是異度神劍系列一貫的特色 在異度神劍3中 我們仍然會探索多個壯麗的場景 地圖中有些地方必須靠走鋼索或攀牆等場景技能才能通行 冒險中會陸續到NPC傳授場景技能 讓我們能夠進行更深入的探索 擔心地圖太大跑徒太累嗎 世界各地都設有地標 我們可以利用穿越旅行功能 傳送到造訪過的地標 如此跑徒會輕鬆許多哦 在冒險時 只要接觸氣息在地圖上的敵人 就會原地展開戰鬥 敵人以強弱分為珍惜種 精英種 普通種 還有與普通種強度相同 卻能獲得較好道具的幸運種 我們可以透過敵人頭上的標記來區分 6. 神劍 職業和戰鬥職責 諾亞 迷央等6人可召喚出名為神劍的武器來進行戰鬥 6人的神劍各自擁有不同型態並分數6種職業 諾亞持有劍形態神劍 屬於平衡型的劍鬥士 擅長與BOSS以及強大的珍惜種怪物戰鬥 迷央持有雙魂形態神劍屬於敏捷型的疾風式 擅長躲避攻擊及反擊 藍姿持有巨劍形態神劍屬於防禦型的重裝衛士 擅長誘敵是隊伍中強大的盾牌 聖奈持有大錘形態神劍屬於力量型的破碎士 擅長高傷害的攻擊 優妮持有槍障形態神劍屬於治療型的疑虎槍兵 擅長施展大範圍回復術 派亞持有四神指人形態神劍屬於支援型的戰術士 擅長支援己方和老爛敵人的術士 戰鬥時六種職業分別扮演攻擊者、治療者與防守者三種角色 戰鬥士、破碎士屬於攻擊者 負責站在有力位置進行輸出 衣護槍兵、戰術士屬於治療者 負責治療、支援同伴讓攻擊者能持續輸出 疾風士和重裝衛士屬於防衛者 負責吸引敵人的注意 保護攻擊者和治療者免於成為敵人的目標 7. 戰鬥和戰技 一度神劍3的戰鬥是動態指令式戰鬥 也就是依照戰況及時操作角色來下達指令的戰鬥 而指令就是各角色的戰技 每種神劍都有職業天賦戰技和多種專屬戰技 天賦戰技會配置在A鍵 專屬戰技可預先配置3種到B、X、Y3鍵 戰鬥時只要按壓單鍵就能使用戰技 戰技在使用後必須等恢復滿計量表才能再次使用 戰鬥時玩家可以自由切換6人中的一人來操作 其他人則會自動對敵人一般攻擊 我們要依照敵人數量、敵我站位及狀態 引誘敵人進行攻擊 並適時操作不同神劍來施展戰技 透過連接戰技能組成連擊 並使出強力必殺技、連鎖攻擊 給予敵人極大的傷害 好好熟悉各職業的特長 一邊戰鬥一邊擬定作戰策略 才能輕鬆擊破敵人贏得勝利 8. 轉換職業 諾亞、米央等6人能通過轉換職業 將職業變換成其他5種職業 隨著遊戲進度的推進 玩家還能自由編輯隊伍 例如將6人都轉職為劍鬥士 打造出一支全劍式攻擊隊伍 在戰技方面 除了職業原有的天賦戰技和專屬戰技外 在精通職業後轉職 能夠保留原職業的精通戰技繼續使用 精通戰技還可融合轉職後的戰技 成為能發動兩種效果的融合戰技 擴充了戰鬥的可玩性 9. 閒尾蛇 主角群中特定兩人在情緒驚昂時 各自的思緒記憶會流入對方腦中 兩人就會進行靈弦連結 融合成名為閒尾蛇的巨型生命體 諾亞和米央 藍姿和聖奈 優妮和泰恩三隊組合 在戰鬥中達成某種條件時就可以進行融合 變身成閒尾蛇後 還能夠施展非常強大的獨有技能哦 10. 敵元素和配樂 異度神劍系列的配樂 向來都以優美動聽著稱 透過配樂讓玩家更深刻感受到 異度神劍重闊的世界觀 異度神劍3的配樂 請到光田康典、清田艾薇、 宮藤有力、Chico、平松建制 及瑪麗安、亞波納桑六位 知名作曲家參與製作 除了保留異度神劍系列曲風外 還加入了恆迪旋律的要素 在預告片中 也有諾亞、米央雙主角 吹奏恆迪的劇情喬蛋 恆迪究竟隱含著什麼米央的故事呢 全新的配樂和劇情都相當令人期待呢 以上就是異度神劍3 買之前要知道的10件事 你想玩異度神劍3嗎 對於這次的系列新作有什麼想法呢 下方留言分享吧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 請幫我按喜歡、分享、留言、訂閱 別忘了打開小鈴鐺 還要記得回來看哦 我是林 我們下次見